詞・編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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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 南山中學的老師跟同學們 大家下午好 很高興可以接到南山中學的邀請 然後來這邊跟大家分享一些 我生活中還有學習上的一些小經驗跟小技巧 那我一開始接到這個題目說平衡 然後我真的完全不知道要說什麼 因為這兩個字真的什麼都可以講 然後範圍非常非常的廣闊 後來呢我就想說 聽眾就是都是國三到高三的學生嘛 所以我就覺得我也是學生 那我就也用學生的角度來分享給你們 平常日常生活中會遇到的一些關於平衡的問題 然後剛剛介紹也有說嘛 就是我自己有在經營Instagram 然後也有經營YouTube頻道 所以我常常會接到很多陌生私訊說 請問我的課業問題要怎麼解決 然後我要抱什麼補習班 然後還有跟我要買襪子 然後還有跟我要買心跳 就各種各樣雜七雜八的陌生私訊 然後這裡面最大部分的就是問說 我的生活跟我的學習到底要怎麼去平衡 還有我的社團跟我的課業要怎麼去做取捨做平衡 我看到這類私訊的時候都會覺得 就是現在的學弟妹壓力真的很大 因為換作是我自己 我如果生活上遇到這種平衡的難題的時候 應該不會去網路上找一個素不相識的人 然後去問他要怎麼辦 所以我真的就是很想要幫你們去解答 然後給你們一些小小的技巧來解決這類的問題 所以今天的演講我就會分成三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是生活跟課業怎麼去做平衡 第二個是社團跟課業怎麼去做取捨 然後第三個就是我自己的一些小經驗跟小技巧 來提升我們做事的效率跟時間的規劃 好 那我第一個想要講的議題就是 課業跟生活要怎麼去做平衡 很多人問我的時候我都會想說 其實不一定要用平衡來解決這個問題 有時候可能可以把這兩者融合 因為課業跟生活他們其實不一定 就像是翹翹板的兩端 一端自己想要跟朋友吃飯 自己想要玩樂的時候比較重力 亂就要比較輕 然後一端可能就是想要自己變學霸 然後排名變前面 自己就一定要捨續到自己的睡眠時間 這其實不一定 他們可能兩者之間是可以相輔相成的 像第一個就是由生活去影響課業 怎麼說呢 相信你們平常在寫數學題的時候 可能跟我一樣很容易犯一些粗心的錯 就不小心什麼六看成九 然後加看成減 然後就失掉自己的分數 考完之後又很後悔 考完之後就會覺得說 反正這是我個性上的錯 我就是一個粗心的人 那也沒有什麼好改正的 那就過去了 但是其實這個分數是可以從生活來抓回來的 它是可以追本溯源到我們自己的生活習慣 因為我後來想要嘗試去解決這個問題的時候 我就用了各式各樣的方法 我覺得最有效的就是把自己的生活變得更有條理 比如說呢把自己可能房間整理得更乾淨 然後把自己教室的抽屜啊書全部堆整齊 不是全部亂塞 就很多人考卷那些男生 最多的男生考卷就是全部塞成一個球 然後直接放在抽屜裡 我就覺得買好一個那個資料夾 然後把它分好類放到抽屜裡面 讓自己變成一個習慣思緒是有條理的人 這樣其實是會對自己在寫很多東西的時候 會變得更有條理 然後還有就是做草稿的時候 很多人寫那個草稿 就是這邊寫一點然後這邊寫一點 翻譯然後這邊寫一點 然後有時候寫很大有時候寫很小 其實自己在寫數學的時候做那些草稿 可能在考卷上或是在自己的草稿本上 在打草稿的時候那個凌亂的程度也會影響到 你會不會犯這些初心的錯誤 所以我後來就嘗試說把題號全部寫整齊 然後字全部橫著寫不要亂寫 我後來就發現其實這樣會讓我 初心的分數少掉很多 然後慢慢的思緒也變得更加的清楚 所以我們的生活習慣其實呢 是可以去影響到我們的學業成績的 第二個怎麼將課業融入生活 我覺得這個就是比較適合 國三還有高三的學生的一些衝刺的方法 因為我常常接到私訊說 就是我現在國三高三 然後我打開書 然後翻一翻發現自己根本沒有時間讀完 那你們都知道時間是海綿裡擠出來的水嘛 怎麼去擠出時間其實它也是有一些技巧 像是我在北英女上學的時候等紅綠燈 然後我本來就是很享受走路啊 就是等紅綠燈的時候就發呆 然後我有一天就發現身邊的人都拿一本小單字在背 高三的時候 然後我就發現說 其實可以就是去利用這些瑣碎的時間 可能是通勤的時候 在車上的時候 稍微背一下單字 然後可能一隻手拿一隻螢光筆 一隻手拿單字本 然後看的時候你就看說自己哪裡不會啊 哪裡比較困難把它畫起來 其實都會有一些視覺的刺激 然後讓你可以更擴充自己的單字量 還有一些就是學姐學長 回來我們學校分享他們的技巧 也是就是可能像是洗澡的時候 他們會把地圖貼在浴室 然後吹頭的時候拿單字然後來背 就是這些小小的時間 其實一整年累積下來 它都可以變成你很大很大的能量 然後讓你每天累積一點點的不同 到最後就會跟身邊的人差異很多 進步很多 我覺得除了就是去嘗試融合 做計畫也是一個我們學生生活裡 很需要去學習的一個課題 像我自己啊就是一開始去讀書 嘗試去學習的時候 我都會就是對自己有很大的期望 你們可能也會有這樣的經驗 就是下課之後然後看抽屜 嗯 數學我今天要讀 社會要讀 國文要讀 然後全部就是一坨國的書 全部塞到書包裡面 然後然後背起來 超重走回家 然後肩膀超痠 然後放在地上 然後去睡覺 然後去天亮 然後去上學 就是我自己也增進過這種時間 就是不太會去規劃自己要怎麼去讀書 然後後來我也慢慢找到方法說 怎麼來去做一個比較適合自己的計畫 像是你們可能就是在帶書回家的時候 就要先想清楚說 嗯 今天我要跟家人去外面吃飯嗎 還在家吃 那我有多少時間讀書 我幾點要睡覺 我現在有多累 還是我今天精神很好 這些因素其實都需要去考慮進去 來安排你晚上要讀多少的書 然後先安排這些因素想進去之後 才不會導致你就是整個肩膀 我一直按到 才不會就是讓你好像就是健康受影響 然後心理上又有壓力 所以做計畫真的是非常重要 那除了就是你們在學校回到家之前 要先想好自己的狀態以外 你們在可能坐到書桌上之後 要開始讀 有些人就會直接拿出一本厚厚的書 然後就讀讀讀讀讀 然後讀讀讀讀讀讀 然後就睡著了 這種情況要怎麼去避免 我自己的方法就是去找一個 就是比較大的便條紙 然後在讀書之前呢 就可能先寫好說 嗯 好 現在是七點 那我要讀到十點 那七點到八點 我要寫數學講義 第十頁到二十頁 然後八點到十點 我要寫一篇果文作文 先把自己要做的事情清楚地寫出來 然後寫在便條紙上 然後直接把它貼在自己的書桌前面 時刻提醒自己說 我還有些事情要做 同時也是提醒自己 你現在做的事情 進度已經做到哪邊了 就不會在書本的海洋中迷失 然後會覺得自己有掌控住 自己那個計劃的進度 好 那當我們知道 規劃時間的重要性之後 其實還是有很多人會不小心 讓計劃超出自己的負荷 那我覺得怎麼去避免就是 你們知道速度乘以時間等於路程嗎 如果你們想要走很遠的路 除了時間以外 你們一定要想到的就是自己的速度 自己做事的效率是怎樣 所以呢我覺得你們在做計劃之前 就要想清楚說 我一個小時是可以看幾頁書的人 然後我是寫字速度有多快的人 這些其實都要把它囊刮到 你做計劃的要素裡面 這樣你才不會說做出一個 哇很偉大的計劃 然後結果過了兩天之後就發現 完全不行 然後就放棄 然後計劃就作廢 所以去想自己的時間有多少 然後去想自己做事的效率有多快多慢 這兩件事情都兼顧到之後 才可以很好的去計劃自己的時間 好 然後接下來我想要講 課業跟社團怎麼去做平衡 那我這邊插一個小故事好了 講一個平衡的故事 就是你們知道上大學之後 就是台大很大嘛 然後就很需要去騎腳踏車 然後每次台北很容易下雨 然後下雨就是騎腳踏車 然後就要一隻手撐傘 一直有騎腳踏車 然後我就一直摔車一直摔車 然後也有被別人撞過 對 就是在台大真的很需要騎腳踏車的能力 然後我還有一個朋友 然後他就是跟我一起騎腳踏車 在路上看到教授 他就啊 教授 然後雙手放開 然後倒在地上 然後我身邊有很多朋友都不會騎腳踏車 所以他們平衡力都很差 然後還有一天我從 就是圖書館讀完書那時候 讀明法期中考 然後讀完然後走出來 11點12點 然後身心俱疲 聽到遠方傳來一個音樂聲 然後有一個黑影 從遠方騎著腳踏車開過來 然後仔細看 竟然有一個人 就是把音響放在腳踏車的籃子裡 然後邊跳Laking 我想說人跟人的差異真的很大呢 就是大家的平衡感真的是 從出生就是都不太一樣 好 我們回歸正題 就是要怎麼去做 課業跟社團的平衡 這個是我高中的社團 我不知道你們的社團風氣 有沒有很興盛 因為感覺你們課業壓力可能會比較大一些 但是你們之後到了大學 可能就會比較多這種方面的問題 可能有戲學會啊 然後可能有籃球隊啊 排球隊啊 或者是你們想加什麼樣的社團 都會遇到這種你們的成績 要怎麼去跟你們社團活動兼顧的問題 那時候我就是加北一女的街舞社 然後是13個女生 我們就會在中正紀念堂 瘋狂瘋狂的練舞 我們平日假日 其實都很多時間奉獻給社團 像平日我們要練習練到 差不多晚上11點 然後練到這邊全部熄燈 然後假日的時候 可能又要去其他學校跳舞會 然後參加一些商業表演 我們還要辦懲罰 我們懲罰那時候是 差不多學測前半年辦的 然後我又是負責主辦的人 所以我真的花了非常非常多的時間 來奉獻給這個社團 然後這個是我 哪一個哪一個哪一個 哪一個哪一個 對啊 中間那是我 我們倒數一天所以我們比一 然後跟那個 那是我們社團老師拍照 對 雖然你看我們那個瀏海 全部變條馬瀏海 結果我們都練舞練到超累 然後就是每天素面朝天 就雖然可能有人看起來會覺得說 為什麼要花這麼多時間在社團上面 為什麼不把它放在讀書上面 讓自己更扎實的去過 就是比較傳統的高中的生活 但是我回頭看 覺得這段時間對我來說 真的有很不一般的意義 可以學到很多做人做事的方法 所以很多人都說什麼 不要玩社團不要玩社團 我覺得就是有時候社團不是用玩的 它是用做的 它培養很多就是做事的能力 所以大家如果升大學之後 想要參加什麼樣的社團 我覺得就是跟隨自己的心去走 就是不用管其他人說 你的學業要顧就一定不能玩社團 要去想一下自己的能力這樣 好 那怎麼去兼顧你的成績 跟你想要做的那些別的你興趣上的事情 最重要的就是要把自己做事的效率提升起來 在那時候我覺得我最欠缺的就是這個東西 我現在想起來 就是現在心理學學到這個遺忘曲線 是德國的一個心理學家叫艾彬豪斯他發現的 對 然後大家看這個圖喔 就是它的橫軸是時間 然後縱軸是你的記憶的量 那一天之後你就會忘記差不多66%的東西 然後一個月之後你就會忘掉79%的知識 所以你其實每一刻都要遺忘自己上課學到的東西 然後更何況你有其他社團上的工作 或是你刻意的興趣去覆蓋掉你的那些記憶 紅色的就是你有經過複習之後 你的遺忘的速度就會變得比較平緩 就比較不容易忘記 在艾彬豪斯的實驗裡面 他就發現了好幾個原則 第一個是學習一旦停止就會開始遺忘 就是我剛剛說的 我們可能在一堂課學到的知識 一學到之後就會一直忘一直忘 但是我們用出來的時候是大考 可能你高一學一個東西 那你兩年三年會要用出來 這期間你真的不斷在忘記不斷在忘記 第二個就是重複學習 可以讓記憶變得更加的持久 就是剛剛的那條紅色的線 它可以讓你不要忘得那麼快 所以在你第一堂課學到的東西 然後大考中間有很多個小考 段考 複習考 或者是我剛剛說的 你洗澡的時候看的 吹頭的時候看的 那些都是一些小小的契機 可以讓你更牢固的記住這些東西 讓你不要忘記 最後一個就是記憶它是逐漸增強的 間歇性的複習呢 就可以讓你忘記東西的速度降低 然後延長你記住東西的時間 並且將你學習的短期記憶 轉成長期記憶 也就是說如果你是高三要面臨一個大考 那你高一要玩社團 如果你真的高一高二都荒廢的話 高三打開書 你就會一片空白什麼都不知道 但是如果你就是有一直在 一段時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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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去小小的複習這些東西 它其實會慢慢變成你的長期記憶 那在你最後要用出這個東西的時候 它就不會變得很陌生 你就會一看就可以拾起過去的記憶 好 那剛剛講了很多我覺得就是有用的東西 那除此之外 我還有一些小小的時間規劃的方法想要分享給大家 好 那在計劃的方面我會做一個月的計劃 我也會做一週的計劃 我也會做一天的計劃 因為我覺得每一分鐘都活在自己計劃的時間裡是很重要的 像月計劃我就會用手機上的一個APP 叫做Time Tree 就是時間數 然後它可以把事情用顏色做分類 這是我手機裡面的 然後像是社團可以弄一個顏色 然後學習可以用一個顏色 然後可能跟家人朋友的聚餐可以弄一個顏色 它就可以很清楚一目了然的 讓你知道這個月要做什麼事情 然後不會忘記 週計劃呢我會寫手帳 因為我覺得就是手寫它是一個可以抒發自己壓力的過程 對 就是除了它可以安排好自己的時間以外 你也可以用書寫的方式把自己一天的不愉快 然後或者是記錄自己開心的事情把它寫下來 都會讓你在以後回顧過去這段時間的時候 覺得更加的快樂更加有意義 然後日計劃的話我就是會打在手機裡面 可能你們可以建立一個只有自己的LINE群組 或者是你們用手機的備忘錄 我自己的話是在晚上睡覺之前 然後躺在床上然後打 就是0800起床 0830吃早餐然後打到可能晚上10點睡覺 把它以半小時為單位規劃好說 明天的時間大概要做什麼事情 這樣就不會導致說 可能變成有一整天在追劇 一整天在滑手擊中 不知道自己在幹嘛的情況發生 然後我是就是用跟我男朋友的那個聊天室打 然後每天就是規劃一下時間 好 然後其他還有一些小方法 像是Time Tree跟Flora 這兩個是可以控制自己使用手機時間的程式 因為我覺得現在的學生 最容易受影響的就是手機的誘惑 因為讀書的時候手機放在旁邊 有時候螢幕一亮 然後你就會想要拿起來玩 然後拿起來又過了好幾個小時 最有效的方法 我覺得是這兩個應用程式 除此之外 還有就是你可以把通知關掉 可以去設置裡面 然後把什麼IG啊LINE通知 就是不重要的關掉 讓你的手機亮起來的次數變少 這樣你就不會有很多次拿起來的時間 然後這兩個程式是可以幫你把手機鎖起來的 就是當你可能像我剛剛說的七點開始讀書 然後你覺得你要規劃到十點 那你七點的時候可以在手機上面打開這個APP 然後設置三個小時 它就會幫你把手機關起來鎖起來不能玩 然後Flora也是一樣 那其實這個程式可能就是比較適合那種自律性比較強的人 因為如果你硬就是要玩手機 你還是可以關機然後再開機 然後就是再繼續玩 所以像我自己 我有時候其實就是會比較放縱自己一點 我就很容易又開始滑手機 在倒數大考的時候 可能倒數五十天啊 倒數三十天的時候 我就慢慢開始嘗試說不要帶手機出門 對 就是有些人可能會覺得這很困難 但是真的嘗試之後發現說 其實也沒有到那麼多人要聯絡你 也沒有那麼多事情 嘗試早上的時候把手機鎖在抽屜裡面 然後放在家裡再出門 其實可以在路上看到很多 平常低頭滑手機看不到的風景 然後你也可以跟同學有更多的交流 然後你也可以更focus在自己的課業上面 所以在場可能國三啊高三 你們有自己想要前進的目標 想要衝刺的時候 你們可以試試看把手機放在離自己有距離的地方 第三個是對應考試的時間讀書 這也是我衝刺的時候用到的小技巧 因為我自己是數學最差嘛 所以我就有看說 那時候大考的時間是10點20到12點10分考數學 那我就規劃說自己假日的時候 在相應的時間10點20到12點 開始寫數學的模擬考卷 這樣的話就會讓自己更有那個情境 就是那個陽光啊灑進來然後寫 就是讓自己習慣那個大考的感覺 然後給自己個實現 我覺得對應這個時間來準備考試 是一個還蠻好用的方法 最後一個就是我剛剛有提過了 Already開手機 手機真的是我們現在最大的誘惑 或者是平板啊一些劇啊一些誘惑 你可以遠離它 遠離冰箱遠離家裡 跑去圖書館讀 其實也會給自己有很大的幫助 好 那我演講差不多就到尾聲 最後想要用一句話來做一個結尾 之前我有在網路上面開Podcast 然後我就有無意間講過這句話 然後很多人就記在心裡 跟我說這句話感動到他們 我那時候說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小星球 只要在自己的星球上努力就好 因為我發現身邊很多人都會去做比較 可能就是看同學的成績 看別人學的東西有多快 然後就會慢慢給自己壓力 然後去譴責自己 但是我覺得就像我剛剛說的 其實只要做好計劃 然後每一段時間耍廢的時候 只要自己在耍廢 進步的時候只要自己在進步 在自己的星球上面 然後掌握自己的時間 讓自己快樂 不要後悔就好 所以我剛剛講那麼多方法 你們不一定就都要學會 然後就都要去實行 其實我最希望的 還是大家可以過快樂的國中生活 自己想要的高中生活 就是快樂是第一 然後第二 當你想要提升自己進步的時候 可能再想起我剛剛講的那些東西 然後用在自己生活裡就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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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鼓